信任,來自了解 用儲值支付工具都一樣 要好好保管這些工具和密碼 調整電腦或手機的安全設定 看看實際需要,決定放多少錢下去 用來買東西前,看清楚條款、收費 以及如何處理個人資料 還要查一下有沒有未經授權的交易紀錄 了解清楚,這樣就可以放心用了 好嗎?